那是台湾人民 关怀人贵心描迷 那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描迪胜 那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描迪胜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零三仪会万年灯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禅老祖庙至圣 加持观点见太平 拿某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 拿某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 首先我们恭喜各位圣诞快乐 今天庚子年的7月24日 四维新贤士同修 四维新圣教 诞生 三十八周年 三十八周年 开天 他都大好日子 所以我本人仅尊着天命 和各位都天命 印心绝饼 所以我们在今天7月24日 早上在维新圣教禅吉山 先佛事 先佛谈堂 深谈 目的是在感恩 王禅老祖 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 玉皇大帝 感恩 台湾祖师 感恩 姚慈金母 感恩 阿弥陀佛 感恩 释迦摩尼佛 感恩 東方药师佛 感恩 神龙大帝 感恩 台湾祖师 感恩 地藏王菩萨 感恩 清水祖师 感恩 七十二天师 尤其 我们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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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岛教持航 化身在台湾 而成就了 名为台湾祖师 以台湾 归人乡 看西村 最后 只有 受着辛辛苦苦的煎熬 也一遍在体验人生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台湾祖师的辛苦生活 是在为全民 为众生 来消除业障 将所有众生的月报 给予一生 所以表面是一位 乡村的小孩子 但是一天一天地长大 而隐藏在 沙坡世界人世间 尤其台湾 是一个法船载道的地方 所以阿弥陀佛 他化身投胎就在台湾 是为救台湾 救中国 救中华民族 救世界 这个本院 我们非常的赞叹 所以阳公老文 自幼到原籍 都在修 消灾化解 的上圣心法 一般人 不了解 以为他精神就有问题了 事实上 他是属于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的 本性 自来台湾 而且 他来到世间 实时 可离一个本念 就是要 找回 五百罗汉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他有五百尊者 五百罗汉 也都一一来到 地球 在地球 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 这地球 五百月 所以 祖师 他的残疾 玄机 天机 一般 我们人 不了解 就会有所偏差的思想 和误会 误解 但是 祖师 他不会计较众生的 无知对他的怎么样的批评 他的本心 本意 这是要为人类的平安 为台湾的平安 而修忍入恨 修一切圣华 默默地修 默默地做 而且他也得到 谭中大师 无主 弘默大师 的心法 就是白天 工作 晚上 休息 就修行 所以 祖师 他的心法 是汇集了 诸佛菩萨的 成就心法 所以我们 不理解的人 往往 我们主说 他修的法 没有我的好 谁都对 谁都错 祖师 他从来 没有去 反驳 没有批评 众生的 无知 这也在 告诫 我们所有的 维新地质堂同学们 我们要有 祖师的心 和思想 修人所不能修的 忍人所不能忍的 行人所不能行的 这极是 人生的真谛啊 所以 台湾祖师 投胎 之后 到81岁 元级了 在元级前 他才把 他的 来意 他的天机 告示 所有的 有缘的 修行者 天人 法界 圣神 家里的人 才了解 原来 他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再来一趟 又 花了一个大愿 要为台湾 来守护着台湾的平安 所以 要度台湾 人民 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活镜头 他来到 沙佛世界 投胎之后 他就 先派 观世音菩萨 来到 世间 救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是 阿弥陀佛 的大 护华 慈悲 与洗手的 大护华 所以 祖师 他在 成佛 回去之前 才告诉 家人 他是 阿弥陀佛 再来 世间 一趟 这一点也在 启示我们 同修 人与人之间 你也不了解 他是 从哪里来到的 天上界 大菩萨 大神 与大佛 所以今天 我们回来 参加庆祝 这个法会 38周年 法会的 同修 474位 也都是 天上界 大菩萨 你们再来世间 走一趟 你们 相互的 敞在内心 目前 我们所看到的 人与人之间 是外表的 假象 事实上 我们 内在的 真正的 自己 那就有 如观世音菩萨 开始的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 不如求真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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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先来世间上 几千年 是在打前锋 来等待阿弥陀佛 再来世间上走一趟 所以阿弥陀佛 来到世间 究竟有多少趟呢 永明禅师 也是阿弥陀佛 再投胎 就来转世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到了民国以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共同的一条 所有维心闲事 同修 大家共同的本愿 都需要天下太平 大家来到世间 都是要求得 求得心灵的平安 求得 受惠的和谐 求得天下太平 这个是禅的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又是最简单的术语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们 大家脑海里 念心里 一阴一阳的思维 王山老祖已经在七十一年 我得了一场大病 之后所花了本愿 天下太平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今天有缘 归于在王山老祖的金融座下 做钱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都是要天下太平 你要天下太平 那是本愿 没有功德可言 只有义务和责任 所以天下太平 我们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你们这么多年来 跟着我 在事先在台湾 默默默无闻的行善 积德 所谓的也是天下太平 那么如何有这个能力呢 这就是我们所质疑的 这就是我们所质疑的 怀疑的自己 有没有这个功德本 功德天 天下太平 所以我本人在民国71年2月19日 在基隆瑞芳工业区 土地规划测量分配土地 他的时候 都让一场土土其来的大病 所以到最方工业区 去求医 打到一针止痛地 然后就回来到台中家里 开始寻寻秘密 到处找医生 到处找偏方 到处问神 求福 都没有结果 有一天 一位心灵的好朋友 洪清田先生 和卢瑞图先生 两位介绍 说有一位台湾 修成正国的大菩萨 就是台湾祖师 它具有神通力 可以医治你的身体 所以我就 往心灵 中正路48号 谢福 谢妈妈的家 当我到了 睡妈妈的家 我到楼上 一个小小的 小佛堂 竟然有三四位在那边打坐 在那边拜佛 眼睛所看到了 桌上一只观音 菩萨 小小的观音菩萨 我就很诚心地 拜了观音菩萨 那时候我身体 痛都很难过 不能坐 也不能躺 所以我在那边 接受考验 谢妈妈 谢老师 谢老师是谢妈妈的女儿 国中老师 她是美术老师 拿了一张纸 拿了一支笔 她就开始写了一句话 小佛堂 不如 学自己不如 学真正的自己 那时候我也 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真几 我就是我了 还有真的我和假的我 观音菩萨 在谢老师的身上 开始 她又拿了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叫我一直念阿弥陀佛 回去 没有病 你的病是假病 回去好好念佛 那时候我就 也搞不清楚 所以 观音菩萨 借着谢老师的口 回去把我赶回家了 一个礼拜后再来找我 一个礼拜内 所发生的事情要记清楚 一定要忍耐 忍耐 忍得过去 你的病就会好 好好念佛 不要怀疑 阿弥陀佛 那我只有 回家了 回家了 就开始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过了一个礼拜 我又去了 我又去 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又在谢老师的身上 开始讲一些话 我听不懂的话 那就是幻女 第二次去 我身上就带了 一个小小的小录音机 我带在夹克里面 谢老师 他说你的录音机拿出来 录没有关系 让我吓了一跳 你竟然知道 我带了录音机 要来录 所以我开始对 台湾祖师 对观音菩萨 信又服了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 所以开始 观音菩萨 就开口 又开口讲了很多 换语 讲了很多 一面讲 一面写 其中写了 三个字 信 愿 行 所以观音菩萨 一定要有这三个信念型 所以观音菩萨 又讲了很多 来历 讲了很多的因缘果报 但是当时我主顾在生病 也都记不起来 还好有录音机录起来 后来 回来 录音机我打开来 自己 就把它写起来 整个的全文 我希望 能够 送给我们当下的微信地址 大家相互勉励 信 你要信心 信佛 信真理 信道 信英国 愿 要发愿 人来世间走一趟 都是发愿再来 都有本愿 而且我们要 愿意去行 去修 行 要去力行 不要打折后 老实的念佛 老实的修行 那就好了 这集是三宝 所以观世音菩萨 开始了这一段 所以我今天 行到38年 也都本着信 愿 行 这个三宝 作为我的 日常生活 和修行的功德本 我希望 希望我们微信地址 闲事同修 也都是以这为功德本 信 变 行 当我回来之后 法观世音菩萨 告诉我 说你 你要忍耐 这段时间 遇到什么烦恼 什么事情 你要忍耐 下次再来 告诉我 结果回来了 大孩子 无形中 走路 就被 车子 撞了 在路边被人 扶起来 索性 小伤 然后 我的测量公司 顾问公司 所员工 车祸 災难 各种的 不如全部都 在那一段时间 挤在一起 所以 这次在考到 我才想到 观世音菩萨说 你要 忍耐 要忍 结果 就是 这些 大烦恼 包括 事业上 都挫折 全部都来了 所以我又回去 去拜 祖师 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 就换 瑶石金母 借着 谢妈妈 生口意 来 开示 瑶石金母 非常的 十倍 一面讲 一面哭 有点烈 等你很久了 你们都还不晓得 一直在世界上 在奔波 在世界上 斤斤计较 你今天所计较的 是真是假 烦恼是真的 你所得到的是假的 所以 金母 瑶石金母 叫我赶快 好好修行 你要照你的本愿 就天下太平 所以就叫我 去点三十六炷香 到 佛堂前面 天公炉 跪着 求一皇大帝 一皇大帝 若是我的病好了 我愿意 用五果 来答谢 香就插在天公炉 就再进来了 进来了 谢老师 在那边打坐 我心里 一直在想 我在想什么 菩萨 若是 零的话 应该知道 我在想什么 刚好 谢老师 他又开口了 他说 你的 许愿 五果 不能买一条命 一条命 五果 换不到 再出去 再点三十六炷香 再出去祷告 跪在天公炉前面祷告 祈祷一皇大帝 赎给我身体健康 我愿意捐十万块钱 来帮忙建庙 民国七十一年 十万块钱还不小了 我以为这十万块钱 就可以救到我的命 然后我就拜好进来 又坐着 在那边 那么观世音菩萨 还有君母娘娘 他们在讨论 他说十万块钱 我不要 我也不盖庙 所以你的十万块钱 我不要 那这些 不要赚 鬼谷先师传妙法 利人天 唯心圣教 又开始了 再点三十六炷香 愿要花大一点 愿大 力就大 所以计划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 我又出去点了三十六炷香 发愿 向提供发愿 若是我的身体 能够好起来 能够重生 我愿意承担 天下太平的责任 所以我香一叉下去 马上 连刚才七十六炷香 火起来 一百零八炷香 全部发愕 尾肝 咽咽咽咽咽咽咽 我就进来了 我很高兴 应该有效了 观世音菩萨 在谢老师身上 他是对了 这就是你的本愿 你的不愿 好好修 天下太平 但是 要好好修行 好好练佛 所以我就回来了之后 寄一线希望 就是一直练佛 认真的练佛 一直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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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六月 大事件来 大事件来 来拜拜 来打坐 那我就傻傻的 就去了 台湾祖师 台湾市 然后在三楼 三宝佛前 打坐 打坐 和师母一起去 我就一直练佛 合掌 一直练向三宝佛 一直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把整个的自己的心 把这一直一直一直都放大 阿弥陀佛 一直一直的扩充 比房子还大 比周围的还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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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然忘卧 就是这个境界 天地无我 没有 我的个人的私心 那就是我们的心 我才想到 《疫经》所开示了 絆 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意就是心,心是大五其外,细五其内,那么要如何证到心的大五其外呢? 除了平时诸欧墨座众善奉行以外,时时念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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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让阿弥陀佛的声音反映到自己内在心灵。 好了,你才突然间会忘了我,阿弥陀佛念了五年, 所以当时我心中,都是一片空白,突然间,从上一道很强的光, 很强的光,像太阳的光束,照进我的心中。 很强的光,那时候开始,自己的身体,就变成螺旋一直在转。 转了全国内在,内心中,做了一位大神,就是, 各位,我们现在所供养,所祭拜的,王臣老子圣像的, 原来坐在我心中,看不到自己了, 里面一尊,王臣老祖,我终于明白了。 所以我就,开始一直练佛, 还一直,王臣老祖, 盛生也一直在扩大。 到最后, 活了为一, 都是空。 到现在来,我从南误了, 温暖望我, 逆见根源。 在于, 各位同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源, 每个人的根源, 它都来自不同的, 虚空, 法界。 但是每个人的总根源, 就是阿弥陀佛, 做四国志。 我们要归一, 阿弥陀佛, 回归回去, 拿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大复华,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已经, 来台湾净土, 来接吟, 各位维心同修, 又缘的同修。 接吟大家, 购置成就, 成佛。 所以我内心里面, 王残佬族, 在我心中, 阿弥陀佛的心中, 应该也是有王残佬族, 也应该有诸佛菩萨, 有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庚子连的今天, 我们来公祝王残佬族, 倒架车航三十八年。 把我将因缘国在未来。 所以各位同修啊, 我们美国人, 从哪里来。 等一下呢, 我会来为各位, 来开示, 让各位了解, 我们的根源, 从哪里来。 我们的根源, 究竟来自间要干什么? 有形和无形, 天人合一啊。 有形是人的身, 无形是天, 是佛, 是圣贤, 是大菩萨, 大金刚都有啊。 所以老祖书孙, 自从任序年6月19日, 进入我的心中, 到现在都还在我的心中, 没有离开过。 所以我们大家有座员, 齐聚一堂, 你们的本尊, 应该要找出来。 还没找出来以前, 王燦老祖已经先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看到, 他的法相庄严, 圣相庄严, 这即是寻找我们内在的本尊, 我们的指导灵, 指导老师, 就是由观世音菩萨开始, 来接引我们, 王燦老祖, 也在当下幸, 来接引各位微信弟子, 把家属各位微信弟子, 找到根源, 人生最宝贵的, 即是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即是真佛啊, 祝福各位。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互持播出。